大家好,我是巴美 如果你喜欢看美剧的话 应该会对位于美国纽约的一家名叫 Magnolia Bakery的甜品店不陌生 在不少美剧里面都出现过它的身影 这家甜品店就是当年因为 《欲望都市》这部剧一下子就火了 它上过时代周刊 被评为纽约最好吃的面包店之一 还有很多的旅行攻略都会告诉你 如果你去纽约玩的话 一定要打卡这家店 和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纽约最好吃的曲奇一样 这家甜品店也位于纽约的曼哈顿 不过它在曼哈顿就有五家分店 他们家招牌是一款香蕉布丁 它外表看着像冰激凌 然后吃起来又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布丁蛋糕的口感 那也是因为疫情 很多人现在想吃又吃不到 所以他们决定和大家来分享 这个香蕉蛋糕的食谱 这样即使不用出门就能吃到 而且我可以保证这回 在堂的小伙伴们 每个人都能轻松制作 而且我觉得这个冰冰凉凉的 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制作这个香蕉布丁 对,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 希望能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首先需要来准备一罐炼乳 把它和冰水混合 这个漏网本来是想防止冰块掉进去 结果这次一块冰都没跑出来 炼乳和冰水混合均匀就好了 根据官方给的配方 还需要一盒这个香草味的素绒布丁粉 这个我也是买到了 他们试谱里写的一样的牌子 做出来的话应该会很接近店里的原版 搅拌差不多两分钟 直到完全看不到干粉和结块就好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好像已经开始变稠了 马上就要凝结成布丁的感觉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至少要一个小时 或者隔夜也可以 布丁做好之后就可以来打发淡奶油 不需要另外加糖了 直接打 打到酱就好了 再拿出已经冷藏凝结的布丁 把奶油和布丁全都混合到一起 搅拌均匀 这样就好了 可以开始组装了 我看到他们店里制作这个香蕉布丁的饰品 会用一个很大的容器 把布丁奶油 香蕉 还有鸡蛋饼干 一层一层的叠起来 感觉其实有点像提拉米苏 我也买了这种鸡蛋饼干 其实这种饼干小时候好像经常吃 就是圆圆一个一个的 把香蕉也切成圆圆的片 最下面先铺上一层布丁奶油 然后是一层鸡蛋饼干 一层香蕉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把整个模具都铺满 这个小饼干现在它其实还是很脆的 不过冷藏过后 它就会变得更像是那种蛋糕的质地 你喜欢吃的话 就可以多放一些这个小饼干 不然发现家里保鲜膜用完了 这个可不是浴帽 这个是叫方便保鲜帽 冷藏至少6个小时 吃之前你可以提前把它放到冷冻里面 那个质地会更像雪糕一点 一勺一勺的装进杯子里 顶上再装饰一点饼干碎 我看了官网他们当地的店里 一个小杯的是五刀 大杯的是8.5刀 你们觉得贵不贵 不过我这里只要两个圆圆的小银币 香蕉布丁完成 我怕它原版的配方吃起来会比较甜 我又做了一个这个版本 只放了一半的链乳 这样直接装到杯子里 好像也挺好看 你要小杯的还是大杯的 怕你不够吃大杯的给你 我吃小杯的 看着是不是还挺诱人的 看起来就很好吃 它的味道真的还挺好的 其实它的口感吃起来还是有点像提拉米苏 但是比提拉米苏的那个口感会更加的扎实一点 里面本来很脆的这个小饼干 现在已经变成了那种蛋糕的口感 吃起来冰冰凉凉的 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 不知道你们那热不热 我知道最近天天40度 真的热的快炸了 而且我觉得做这个里面的饼干和香蕉 一定要放的多一些 这样它的口感会很饱满 很像是那种软冰淇淋 他们店里是还有卖其他不同口味的 你自己做的话也可以往里面自己加一些 布朗尼 蒸果巧克力或者红色绒蛋糕什么的 然后拌在一起也很好看 但是也不得不说它的甜度是比较高的 这一罐我是按照那个原版的食谱做的 不过甜品嘛 不甜就不能叫甜品了 我另外还做了这个版本 是放了一半的炼乳 这个的甜度应该会低一些 来尝尝看 甜度确实会比这个原版的低一些 如果你喜欢更加像雪糕一点的那种质地 你可以在吃之前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 一个小时左右或者多动一会儿没关系 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那这期这个香蕉布丁希望大家喜欢 那最后也祝大家看得开心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下期见拜拜